好 再来看到另外一个抗议现场 这是复兴航空无预警解散 影响1700多名员工的生计 今天是劳资自主协商的最后一天了 有上百名员工齐聚行政院前表达诉求 工会表示 先前劳资协商的协议当中 并没有看到具体的数字 所以没有办法同意 而现在传递陈情书 是希望行政院长林全 能够尽快维护员工权益 另外民航局表示 复兴航空的航权将会在12月底重新分配 近期各家航空公司都可以提出申请 复兴航空无预警解散 员工们原本抱着一丝重整希望 聚在行政院前等待 但这句话打破大家期待 没有人 我们已经没有重整机会 虽然冲动永远 比坚持容易 对歌想起复兴航空员工的眼眶 一个个泛红 无预警失业碰上年关将近 何去何从没有答案 唯一条路只能和资方抗争到底 维护基本权益 那一天的会议 工会也有在现场 工会当时就表达反对的意思 嫌疑上我看不到任何的 任何的诚信任何的保证 所有的条文所有的方案 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不仅员工保障是问题 附近航空留下的航权 也成为各航空竞争目标 尤其两岸航线 从台北松山到上海浦东或红桥 载客率最高八成 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这个民航局签报上来 我们交通部已经核定 等于是收回现在复兴航空公司 他们所有的航权 我的了解恐怕要两三个礼拜时间 我们在这上面再努力 航权怎么分 民航局学月底名单才会出炉 依照惯例若超出需求配额 将会依照财务费案记录 跟政策配合积分作为依据 而其中政策配合积分 就占了一成五 甚至包括了瘦肉绑肥肉 也就是说拿下载客量高的航线 仍得搭配一些冷门航线 若依此原则预估 华航航长荣接手的机会较高 但附近航空员工的未来 仍旧无解 欢迎讯到赛吉林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